参考消息网2月20日报道引媒称 中国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本月登上媒体的头条新闻 2月12日 中国在该中心发射了两颗北斗三号卫星 到2020年 中国将建成北斗卫星的完整系统 作为该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些天眼将开始运行 与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相匹敌 据印度教徒报网站2月17日报道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因而成为另一个导航选项 北斗三号卫星的发射展现出中国要迅速在国际太空版图上 落上中国印的钢铁般决心 报道称 尽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侧重于民用 但它也有着突出的军事用途 大众科学月刊网站上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嵌入为弹药和无人机提供超级精确制导的技术 最新发射的北斗卫星拥有高精度的原子中 可使卫星发送精确的定时无线电脉冲 使实时定位军事目标更加精确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发射月球探测器的计划和极具挑战性的建立空间站的计划 都在加快北京奔向太空的步伐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 根据规划 在2018年年底前 北斗三号将建成18颗卫星的基本系统 具备为一带一路沿见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的能力